第1个精选港股是汇控5号 汇控将在星期二公布 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第一季业绩 虽然业务受惠加息 但因为美国联储局在3月中才加息 业绩内未尽反映加息的因素 今年第一季有俄乌局势 加上爆发新一轮疫情 预料会对汇丰的非利息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以及增加相关地区的撥比风险 无论以传统估值的预测市涨率 或是将资产分布作极保守的估算 汇控现在的估值都是极为吸引 回顾2020年6月底 人民币汇价回升刚刚起步 而汇丰以大中华地区为业务核心 显示汇丰6月底指的账面资产正值 已经是一个包括众多负面因素的低残估值 读者不妨以汇丰今日的开市价买入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套到50元或以下 不妨加多两倍资金去吸納 初步目标是看62.5元 之后看70元 或者作中长线的收息用途 第二只精选港股是李宁2331 中国Omicron疫情打击消费股 上海近日初现轻微的松绑 经济活动复苏要曙光 体育用品股疫情前的销售强劲 封城短期影响或入市良机 李宁第一季销售表现跑赢同业 全年维持高增长指引 是板块首选 高盛认为李宁受为公司品牌动能强劲 负存水平低和经营开支结构灵活 应该是板块内复苏最快的一元 预料第二季销售将录得5%跌幅后 下半年迅速回复至20%左右的增长 维持将李宁列入确信买入的名单 目标价比96元 受到封城状况的影响 李宁股价4月跌了8.3% 上星期收报62元 现在股价受到疫情消息主导 可以陈低吸纳 当上海宣布达成清零 就会短线急弹 如果下半年疫情受控 市场重新关注盈利增长 就可以再展升浪 58元以下买入 先看75元 失手50元就要止损了 美股方面为大家跟进美国航空AAL 美国航空第一季收入 上升122%去到89亿美元 将市场预期的87亿9千万美元高 已经重返2019年同期8成4 反应复苏势头利好 经调整每股亏损是2.32美元 好过市场预期的亏损2.39美元 美国航空3月销售已经超过2019年 如果撇除特殊项目 3月更是录得盈利 管理层估计基于当前需求和燃料价格趋势 与其第二季就可以有钱赚 封城结束后 美国国内航线的需求大幅反弹 国际航班的客运也逐渐回暖 为了应付今年暑假需求高峰 美航较去年暑假增拼了超过12000人 由当前需求回暖来看 只要油价在100美元水平 不大幅抽升 美航也应该有盈利能力 但因为公司不会做燃油对冲 如果油价急升就会对他们不利 这一点大家需要留意 美航股价2015至2019年 都在30美元至60美元交易 如果全球航空需求朝向复苏 而不再逆转 盈利能力回复 股价有望先重返接近30美元的水平 上方阻力先看 去年11月的22.5美元 和6月的26美元是否能突破 向下如果失手16.38美元 就适宜先止洩 和4月1日更加起床 剂爆炸 2月8月1日前 删拌不了